在这个月初于淡水老街邮局有一名单身58岁的真姓妇人 在脸书认识了一个冒充美国富商的麦克斯 对方匡称要送她150万元 但需要先汇款1万元升级账户 但邮局柜台人员发现不太对劲 立刻通报援警 在共同劝阻之下妇人才免于受骗 在这个月初于淡水老街邮局 有一名单身58岁的真姓妇人 在脸书任务冒充美国富商自称麦克斯的男子 对方匡称要送她150万元 但必须先汇款1万元升级账户才可以 而这名妇人在透过通讯软体聊天之后 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差一点上当 幸好被邮局的办事员激紧拦下 通报援警共同劝阻才免于受骗 有一名女士一事遭到诈骗做汇款 经警方到场了解后 58岁的真姓女子于今年4月底 透过脸书认识一名自称居住在美国的富商 时常在网络上对她嘘寒问暖 并表示爱意 并且证明自称美国富商要汇款 新台并150万元给真姓女子 警方表示这名富人在上个月底 与脸书认识逆称麦克斯的男子 自称是美国富商 彼此加赖好友 对方时常透过赖用中文对富人关心 甚至表露爱意 更说要汇款新台币150万元来送他 但是必须先汇款1万元来升级账户 才能够领收赞誉 而富人差一点信仪为真 会让诈骗集团得逞 富人当天到淡水游游局办理境外汇款 虽然金额不大 只有一万元新台币 但是游游局柜台人员发现不太对劲 立即通报 警方指出 民众若是遇到网友要借钱 或者是邀请投资 必须要提高警觉 最好秉持见面再谈 会前免谈的原则 不要被单方面的说辞冲昏了头 以免赔钱又伤心 记者许端一 那是财房报道 这一趟派是财房